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为演员太幸好 我说到每一个角色都觉得 多让观众印象深刻的 把柄摇 演出庄稼 长得一好 风吹麦朗 永波涛 师兵突击是我的成名作了应该 张其联的连长 高成 师兵突击是当代的军人 你就要展现一个当代军人的那种风貌 他把这刚其联的荣誉始终都放在心里面 这是高成 但是我的团队是抗日战争时期 跟其他的川军集合起来 跟这个侵略军去战斗 作为一个东北兵迷龙来说 有家不能回 那种痛苦是很煎熬的 但我觉得迷龙身上也有热血的东西 他是这个迷失在诺江河畔的 来自黑龙江的一条龙 东北军张迷龙请求入列 顺柳那个就是新四军了 新四军陈大雷那种战将 都是枪林弹雨里生生死死 为了共产主义去战斗 连续的这个军人戏太火了嘛 他们都说你很适合演军人 什么军人专业户 我最怕的是演员被定型 说你只能演这个 然后张虎强演不了别的 完了时间长了就完蛋了 我开心的是他们喜欢我的角色 走到哪儿都有无数的人跟你去聊 都说我很喜欢你 你饰演那个王大夫吗 声音又听起来了 我太喜欢你那角色了 你叫什么呢 你叫 你叫王国强什么 你是王宝强 不是不是王宝强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那样 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你不开心吗 真是特别开心 其实我之前说过 我希望塑造不同的角色 一定是感同身受的一个事 一定是真实的 一定是从生物当中得来的 拿过来的 是有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事情的 所以后期的时候 我演了 我演了农村的村师叔 我演了这个小偷 演了盲人 演了大企业的这个企业家 什么以前这样啊 以前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听过这么一折腾 要舒服 我尝试不同的角色 演员只有在这样的创作上 你才会有新鲜感 你才会有创作的冲动 我有你这句话 我就够了 我还有别的门路啊 你以为只有你这一棵树啊 王海涛身上也是一个 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说到经济生物男 这是又一个标签 这只是赋予这个角色的 一个标签 不是赋予我张国强的标签 就包括这回的 《荆山厉害》也是 我觉得跟杨小舟导演 这次合作又赋予了 我重新塑造一个 另一个更加鲜活的角色 他跟你 你们我都一样啊 那都是有血有肉的 你就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你放下大量干的话 之前拍那个戏 他有一些观众群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可能不会去看这 但如果看了 他一定会喜欢 我说我想传递的 通过我的影视作品 然后无数的这样的形象 去感动别人 让别人去找到共鸣 你优秀的作品 去鼓舞别人 帮助别人 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你的影视作品好 或者你作为一个演员 就要做的事情 中国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好的事情 我们也通过不同的形式 让别人感受到看到 其实实际上是相通的 是一样一样的 希望有一天 有合适的一个剧本 135好朋友 一起来一台话剧 我觉得一定是特别好 特别想回到舞台 我觉得回到舞台的时候 那是连贯的 你只要一上场之后 你可以一直也没有人喊 停 我觉得一定是特别贵的一个事